每個地方都有印度有印度品牌 無論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品牌 無論香港自己沒有自己的品牌 老生土長、香港人 當然很想香港的品牌是受人認同的 由讀書時在太子開店 到出來幫客做鐵牌生產 William一直以創立品牌為目標 不過當他有這個機會實現夢想時 並不是和大家想的一件那麼浪漫 輸了 所有事情是由零開始 你會預計你自己睡街 因為你整副身家可能會輸 很多品牌都是 幾千萬幾億都那麼輸 你憑什麼不輸 做品牌是 我今天投了100萬 不夠 你還要跟銀行借多200萬 所以不斷投入 做品牌是前三年 是不斷把賺回來的錢全部丟進去 是不會你打算買樓買車的 William說 他並不是沒有機會賺大錢 但為了貫徹品牌理念和保護品牌形象 他放棄賺快錢的機會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我每天差不多拒絕了50個Franchise 很多人說 你瘋了 你傻了嗎 怎麼搞的 很多人罵 但我和我的團隊一直都堅持著 我們不是要這樣做 很多品牌都是可能十間 但十間很厲害 就已經可以了 不是你一千間就是你贏 我覺得 正正因為William知道 自己想定位做國際品牌 所以他在歐洲成名之後回流香港 決定選指在海港城開店 這個也是我們轉捏點 對於一個香港的策略 和載入大陸的一個方法 大陸很多都來香港看牌子 所以在當時 香港海港城開了之後 更加令我們有信心做國內市場 不過設計再好 知名度再高並不是大了 William都要想辦法賺錢交租 例如我倆地拉 我當然要商業味道 因為我要交租 我要滿足現在的年輕人的一個消費模式 但Coyul William令相對 我和我的團隊說 我們是不惜公本去做一個couture的事 William承認 在本地時裝界商業和藝術 往往出現拉扯 這個也是很多本地設計師發展品牌的困局 其實愛國百花齊放 是因為人家真的會欣賞一些藝術品 香港沒有說不欣賞 也會有一些藝術品他們會欣賞 但問題是始終地價太貴 你要生存必須要好賣 你想想是一個藝術品 它怎麼可以好賣 即使自己的創業過程多崎嶇 William亦沒有感觸過一句 但一講到香港設計師的出路 他就特別唏噓 香港人太努力了 很努力但沒有人知道 現在問題是最慘的 我是很幸運的那個 見識見到學生 真是很辛苦 但好像很多人看不到 包括現在PMQ 沒有生意 所以繼續堅持在這裏 政府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地方 為何不去海港城 那些東西都很漂亮 他認為本地品牌要成功 首先香港人一定要支持香港品牌 我走不走出來真的無所謂 走出來其實是想大家一起賺 有些東西是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我更加覺得香港品牌是特別的